明洪文老师的问题是 这期的追究第一次如果是没有朋友 是不是要加白云高门的这个油吗? 这个是不是要加白云高门的这个油 就看说之前油有线泡去没有 如果有一定就要加 一般来说白云高门就是出现在 风比较适合的一种经营 就是说风流比较适合 它的线泡有抗锤它就较容易得到白云高门 它这是一种细菌性的白云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 比如说你得到这个文高 就文高了 因为有这个文高门有抗锤 所以白云高门也较容易去得到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种文高门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再沾一層这种油 就是说我来沾一点保利美术 它有一个威力美术 沾下去 因为这样加造会在用 这效果就很好的 其实你如果沾这个保利美术和威力美术 对白云高门一定的一个 所以沾不是说一定要去用 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文高油里面 我们就会沾这支油下去用 所以你可能就要看看 当然如果已经是对到 如果已经有对面 已经有发现有这个白云高门的情形 我们当然就一定要沾油 我们就要去 特别去强调说 是不是有把这支油放在里面 这是我们很多 有时候文高油会比较严重 但是文高油会比较在下 下的地方会比较严重 在油管上比较严重 但是也不一定 很多人会说 咱们的有时候是 白云高油和文高油做回来 尤其是风险 风险后有一个抗销 它就很容易来感染 所以這很容易來影響到我們的商量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在文國油裡面 都會投北修國賓的油 所以最主要文國效果也比較好 這對北修國賓也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所以都會加 多數會加 讓我們朋友做參考